好,各位,好,安靜啦,我們開始放開了 好,那我們再說一下 我們在這個chart裡面所介紹的每一個演算法 都是未來我們要寫的口本 我們所介紹的每一個演算法 就是未來我們要寫的口本 好,那這個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我們這邊的第二個口本 第二個演算法,pick sort 那quick這個字本身 這個中文的意思是快速的演算法 所以負評思議,這個演算法基本上 應該算是在中國演算法裡面 對一般的情況來講,它是不小快的演算法 那同時在這個c的library 跟c界的library 它裡面的sort的演算法 它所採用的方式 基本上是quick的 就是它的library裡面 所使用的sort的演算法 所以這個演算法當然是非常重要的演算法 無論如何這個演算法應該都要多理解才行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演算法怎麼做呢 我們用這個範例把它做一遍 譬如說我們的資料進來 就是這個上面這一串 就是我們這個input 然後最後呢,是最下面這一排 我們希望它由小而大 把它排好順序 是這樣的情況 好,那這個上面的r1到r10 代表他們在這個array裡面的位置 從第一個位置到第10個位置 這是他們的位置 然後這個left跟right 代表你現在要sort的範圍 範圍 範圍 我們這個是將來是女科型的 所以left跟right 代表你sort的範圍 那一開始是從1到10 從第一個元素到第10個元素 好,那現在我們從r1到r10要sort 首先呢,我們就把這個26拿來做為基準 那我們的方法 我們的這個方法就是 我們這個基準拿來 會把所有的資料把sort一片 把比26小的放左邊 比26還要到我們就放右邊 那我們滑左邊 第一個我們拿這個26跟5比較 那我們比26還要小 那5在左邊 這是沒有問題的 再過來下一個我們比這個37 比26還要大 那37在左邊是有問題的 我們準備要把它交換 好,這是左邊過來的 接下來我們從右邊過來 那右邊過來這個49 比26還要小 那49為什麼不對 從右邊過來應該比26還要大 所以我們就把它記下來 那現在我們左邊找到一個位置不對的 右邊找到一個位置不對的 我們就把37還有19我們就交換 那交換之後呢 這個19所在的位置 它就是左邊 它是比26還要小 右邊這個37也是比26還要大 也是對的 好,那這話我們就剛剛到r3的位置 接下來就到r4 從左邊過來要比26小 那1比26小沒有問題 再下來就61比26還要大 有問題 我們站著記一下 然後再過來我們又從右邊來 剛剛到r4已經做過了 所以再過來是這個9 那第9的48比26大沒有問題 15比26還要小 這有問題 所以我們就把61跟15把它交換 那交換之後呢 我們再過來就是剛剛到5 所以從左邊過來 現在是46 那第6個這個11比26小 這個沒問題 然後再過來 第7個比11還要大 從左邊過來比較大是有問題 我們站著記一下 然後呢 我們剛剛這個到了 這個右邊過來是到r8 再過來呢 我們從右邊過來到這個r7 到這個r7 那到這個r7 這個59比26還要5 從右邊過來是大的 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再過來找到一個r11 從右邊過來找到一個r11 比26還要小 那我們站著記一下 那在這個地方 本來從左邊過來的 應該在左邊 從右邊過來到右邊 可是你可以看到這邊已經交叉了 這個從左邊過來的 我們找到一個比較大的r7 從右邊過來 我們找到一個比較小的r11 準備要把它交換 可是他們的位置已經是交叉了 代表什麼 代表這一串的資料 我們都已經看過了 這個r11跟r59是不能交換的 交換就錯了 因為你是從左邊過來碰到一個比較大的 它已經屬於別的右半邊 從左邊過來碰到一個r11比較小 它屬於左半邊 所以這兩個是不能交換的 所以我們到這邊 到這邊 這一次的耙皮群 這一次的分割 其實到這一步 就已經結束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把這26 把它放到我們整串的資料的 這個適當的位置 那這26跟這個11對調 把它調過來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發現 在26左邊的通通比26還要小 那這個的話我們就做完一個pass 做完一個pass之後 再下來就要recursive 左半邊的這些怎麼辦 那當然還是要用pixel的 右半邊也要用pixel的 所以我們看 我們在pixel的recursive下去之後 我們就發現 那現在我們要處理左半邊的問題 左半邊 所以連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的這個lector就是right 你的範圍是從1到5 從1到5 現在我們會處理左半邊這邊的問題 好 我們可以就是左半邊這個問題 好 那這個 中間的一些步驟 我們就稍微把它省略一下 其實你就是從左邊過來 從左邊過來 你找到一個19比10 比這個11還要大 比11還要大就是位子不對 從右邊過來你找到1 比11還要小 位子是不對的 所以19跟1會對調 不被調 那調完之後呢 這個全部都scan過了 所以我們就把11把它放到中間來 所以這個中間過程我們就省略一下 所以這一步到底scan怎麼scan的 我們就省略掉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把11把它放到中間來 那這個地方原來是1的位置 這個19跟1被調 所以這部分是1的位置 放到這邊來 所以接下來我們用recursive的 處理11左邊的這部分 所以我們的範圍就是1到2 處理11的左邊的部分 那11左邊的部分 只有兩個資料非常容易的 只有兩個資料 你大小就知道他們應該怎麼放 這個沒問題 那再過來我們就處理11右方邊這個部分 recursive的 所以我們的範圍是4到recursive 那到這個為止 到這個為止 當初的這個11的左半邊 26的左半邊 到這邊 26的左半邊 1到5這部分都處理往地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有 26個半邊 這一部分當然也要留格子 它的範圍是7到10 所以接下來 接下來在這邊 我們要處理的這個是7到10這部分 7到5這部分的問題 那7到10這部分的問題的話就是 這個是 這個資料是原來這邊 超下來的這59 這個資料跟剛剛那個資料一樣 那我們從左邊過來 也是要找到那個 比59還要大的 它的位置是不對的 從右邊過來要找 比59還要小位置的對 所以我們就找到那個 一個是61 一個37 然後我們就把對調 對調之後咧 最後我們把這個59 放到適當的位置 那這時候我們就知道 左半邊這個比59還要小 右半邊這個比59還要大 那我們再繼續理科型 這個59的左半邊這個是7跟8 第7個跟第8個 那我們就理科型 然後再以後來 這個部分完畢之後呢 59的右半邊 它的範圍是從第10個到第4個 那一個是要理科型 那這個方法跟前面的insensor的 最大的不一樣 最大的不一樣就是 我們再看一下前面的insensor 這個insensor 它每一次前進 只會前進一個位置 就是2跟9比較 那2比9還要小 所以呢 2前進到這邊 然後呢 2跟5比較 2比5還要小 2再前進到這邊 所以它每一次就移動一個位置 那這移動的速度太慢了 所以你這個quistler就是 改進這個缺點 那它這個跳位的速度比較快 各位可以看 因為我們剛剛看第一個pass的時候 這個26從左邊過來 看到一個37 這個看到一個 右邊看到一個4 這兩個位置不對 它不是隔壁的交換 它換的位置其實距離很遠 那就是 先大底上 把這個位置不對的 先把它調到概約的位置 所以37跟49就對調 那這條的位置就比較 就幅度比較大 那這個也就是我們的 這quist sort 為什麼 會這個執行的時間 會比較快的一個原因 好 那 所以呢 我們把剛剛的這個方法 我們在這邊做一下總結 就是我們每一次在sort的時候 我們以每一組的第一個資料為pivot 這個pivot就是所謂的基準 那這個概念就是以這個pivot為基準 把比較小的資料放在左邊 把比較大的資料放在右邊 然後咧 這樣弄完之後 我們就以pivot為中心 把所有的資料分成兩部分 小的左邊 大的右邊 然後兩個部分你就可以各自recursing 來做這個事情 好 那這個未來各位在 這個 我們的上機 系列裡面 測試這個quist sort 就會發現quist sort的確 這個時間複雜 就是時間的執行效率很好 好 那再下來就是 這個code 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這個code 到底要怎麼寫 這個是這個c的code 這個code都寫得非常經典 各位說 有些人會說 那我想要學習什麼程式設計 那我看了那一本書 他只在講語言的格式 語言的語法 程式設計的概念好像是不太講多 講得不太多 或者是非常簡單的 告訴各位 我們這本書的程式設計 這個部分都非常經典 每一個部分都是值得你學習 因為你自己寫出來的部分 就是不會這麼經典 那你的部分 雖然同樣一個演算法 你寫出來的部分 又錯又長 我們課本的部分 都相當經典 而且很容易讓你互動 所以 好的部分在什麼地方 在我們課本裡面 好 那我們剛剛的這個 整個概念就是 以一個為pivot 從左邊過來 你要找比較大的 從右邊過來 要找比較小 然後兩個要交換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核心的一個概念 那我們看這個pilot 他的code 我們當然連畫面都看 但是我們就看他重要的地方 就是他從左邊過來 叫做i 從右邊過來 這個叫做j 所以左邊的位置叫做i 右邊的位置叫做j 然後你看這個左邊 i++就是 左邊慢慢的往右邊移動 所以i會慢慢的就加j 那你看他在做什麼事 a括號i小於pivot 小於的意思就是 那個資料沒有問題 因為從左邊過來 從左邊過來的這個資料 都應該比pivot還要小 所以這個a括號i如果小於pivot 是沒有問題 所以這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 就是在找從左邊過來 然後比pivot還要大的資料 那比pivot還要大 他就停下來 再過來 這是從右邊過來的 所以你看到這個j 每一次都會-1 每一次都會-1 然後他一直在做什麼事情 他從右邊過來 都是要找比pivot 就是 A括號這些比pivot還要大 這個沒問題 他就是要找一個比pivot還要小 從右邊過來他找一個比較小 比較小的就是有問題 好 所以我們就找到一個i和一個j i在左邊 他是位置不對 z在右邊 位置不對 這個時候我們就兩個要交換 但是這個時候剛剛說 我們這個兩個位置都交叉 所以這個i要小於j i要小於j 是兩個位置都要交叉 那你交叉的就是 已經表示帶著我們這個總算的方法 所以i如果小於j 表示左邊的 那位置不對 跟右邊的那些 位置不對 我們就做交換 swap就交換 反兩個字都交換 所以這整個引算的核心就是 從左邊過來跟從右邊過來 我們做交換 然後再過來 下面這個recursive recursive就是 我們已經分好以後 我們已經分好以後 左半邊 這個a還是同樣這個a的array 左半邊的是left left 到它那個z-1的位置 還有是右半邊 是z-1到right 所以這是左半邊的資料 這個是右半邊的資料 它呼叫的部分是quit-sold 這個quit-sold 就是我們這邊的quit-sold 一樣的 這個是rechurch的quit-sold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部分 寫得這麼精簡 就把這個引算 就這樣實做完畢了 非常精簡 好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要關心的 也是時間複雜度的問題 這個worst case time complexity 雖然我們剛剛說 這個是有效率的引算 但是呢 什麼時候啊 什麼時候你這個效率很差 這個我們要看一下 什麼時候效率很差 剛剛我們所舉的這個範例 其實效率還算不錯的 那為什麼呢 我們剛剛所舉的這個範例 這個26大約是全副資料的中間 所以我們這個26一分之後 把左半邊跟右半邊分 大概各半 一半一半的資料 那你在看 在下一次rechurch的時候 這個11 11又把左邊的資料跟右邊的資料 要把各半 搭一半一半 你看在下一次rechurch的時候 這個59 又把左半邊又外邊各半 所以這個是比較有 比較好的這個資料 那什麼時候是資料最差的情況 這個我們學這個mine stream 現在各位在實作這個mine stream 這個mine stream什麼時候是比較差的 就是它傾斜一邊啊 mine stream如果是左右均本的話 那個去字比較好 mine stream的概念 今天應用到我們這個 quistal的rechurch的概念 也是劣勢的 如果你這個資料啊 一邊多一邊少 那個就是沒有效率 兩邊大約相等 這個效率是最好的 那什麼時候會一邊多一邊少呢 最極端的情況 最極端的情況就是這個基準啊 正好是最大隻 或者正好是最小隻 譬如說我們這個是一個0好了 這個指剛好是一個0 那這個rechurch完畢之後會產生什麼情況 產生的情況就是 左邊沒有資料 全部在右邊 你這個是0嘛對不對 你這個是一個0 然後未來我們這個 做完之後啊 就是會變成什麼啊 左半邊 還有右半邊 結果咧 你以0為中心 把這樣分子左右兩邊 左邊沒東西啊 沒有人比你還要小 全部在右半邊 那 這個時候我們為什麼說 這個情況是最糟糕咧 因為你這個0去把 這個時候這樣把它掃描一遍啊 我們剛才找那個最大 你知道嗎 位置錯的地方在做什麼事 就是每一個資料跟這個基準都比過一遍 比完一遍之後咧 我們才知道哪些資料是不對的要交換的 所以這個0要跟所有的資料比過一遍 因此 你這個時間所需要的時間 會跟你這個資料量 目前的資料當然是有關係的 所以咧 你這個0 你看 你這個基準要跟每個資料都比過一遍 每個資料有多少資料 除了它自己本身之外 有n-一個資料 所以我們這裡為什麼寫n-1 就是你所需要比較次數啊 除了它自己本身之外 跟每個資料都比過一遍 那比完之後當然有資料位置不對的 我們要交換 所以咧你的比較次數是n-0 好 然後再下來 你看看 你這個 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是0 這個是n-1的資料 下一次你又要拿一個基準出來做比較 下一次呢 你就拿這個 拿那個做為基準 來比較 這個資料來跟其他每一個資料比較 其他每一個資料當然是n-0 好 所以你下一次就n-0 那如果每一次 你的基準都是最大都最小 換句話說就是 裡面是一分啊 其實沒有分開資料啊 就是把資料啊 全部丟到一邊 另外一邊是0 0個 那這個時候 你就是會變成 原來是n-1 這個n-2 再會變成n-3 然後你加起來 這個是資料目標 是order n平方 那這個就很糟糕 order n平方就很糟糕 這個是跟in-the-n-so 是一樣嗎 一樣糟糕 What's the case 最差情況之下 它會到達order n平方 那當然偏一下 可能不會這麼糟糕 每一次你都做出這麼寶媒 這個資料經過特別設計嗎 各位能夠舉一個意思 什麼資料 跑進來x2做sort的時候 它是最糟糕的 什麼意思 假設我們目標是有小而大 我們的目標是有小而大 那你們能舉一個例子 什麼情況 對x2做sort還是最糟糕的 跟念尾 你的資料引起我小而大拍好了 那你最糟糕的 為什麼呢 剛剛說哇 你已經拍好了 所以每一次要pivot啊 每次這個基準啊 就是當時候最小的 每一步一切 現在的第一個 就是當時候最小的 各位要注意一下 已經排好順序的只有最差的 已經按照順序排好的最差的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我們剛剛前面所談的 insertsort 喜歡的資料 拍我出去的時候 insertsort很非常喜歡 其實他使用很快 insertsort的時候 喜歡的資料啊 quizel quizel最討厭的 最不喜歡他的 因為那種資料進來的話 他的使用步驟就會變成 很停滑 變成很糟糕 好 那接下來就是 什麼是best case 最好的情況是什麼 我們用這個示意圖來 來表示 我們是要分割的情況 best case 所需要的時間是會到 n-n 那我們看這個示意圖 什麼意思呢 就是這個處理代表 一開始這個路德代表 全部的資料 所以我們這邊寫一個n 因為全部的資料 你需要的這個時間 你需要什麼 一個資料跟其他每個資料 做比較 那我們剛剛說 你這個資料跟其他資料 做比較 你要n-1 那我們就概率這邊寫一個n 那當你說 英格講的話 應該是n-1 我們該寫一個n 這一次呢 這一次呢 這個時間 所需要的量 是n n個量 n個比較的量 如果你每一次 把它切割的時候 都分成了 左右兩邊各一半 那你這個下一層 左半邊有二分子n的資料 右半邊也有二分子n 可是你這個 左半邊要recursive 記得喔 我們要recursive recursive之前 要先把資料 十遍一遍 所以你左半邊要花二分子n的時間 右半邊也是要把所有資料 十遍一遍 要花二分子n的時間 所以我們要二分子n 但是有左半邊跟右半邊 所以再切一二 花n的時間 假設你未來recursive 又非常運氣不太好 把左半邊跟右半邊就是一半 那你這個有四分子n 這個有四分子n 這個有四分子n 每一個部分都有四分子n 但是你現在有四個 我有四個部分要做 都要理科學要做 所以四分子n乘以四就是n 每一層都是要花n的時間 一直降到什麼 一直降到你這個 一個部分裡面的資料 剩下一個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理科學了 所以呢 這個每一層 這個每一層的資料 你都要花n的時間 這層你要花n的時間 這層的資料要花n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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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間步驟就出來了 其實這個n 每一層都是n 去的高度是動的n 因為我們 從八個就變四個 四個變兩個 然後變成1個就結束了 所以這個是 去的高度是動的n 那因此呢 我們的時間步驟度 偶爾能動的n 就出來 那當然啊 如果說 不過這個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先下個休息好了